失婚女烧炭王 被前夫小三的控訴 淡水這名黃姓女子上週離婚 昨天卻被發現 在前夫所有的小套房內 烧炭自殺 家屬傷心難過 不敢相信親人就這樣殺手而去 失真女兒痛訴 這是母親對前夫及小三的指控 就是小三介入 之後呢 他這樣子離開人世的時候 黃先生也沒有任何的回憶 女兒口中的黃先生 就是死者55歲前夫 認識消防員的黃千賢 兩人都是第二春 交往六年 去年才結婚 卻因為生活費小三等問題 紛擾不斷 因為他先弄歪 然後呢 就是想盡辦法就侮辱我姐姐 想盡辦法跟他離婚 每天就是給他精神爭 然後也不給他生活費 黃先生恐嚇他 而且威脅他說 要是我媽媽再繼續跟他要散揚費的話呢 他要告他恐嚇東西 那我媽媽覺得很害怕 他就是要結束他的生命